双十国庆即将来临 回顾蔡政府执政八年的主事决 今年一百一十二年最后一年 英文维持两年前的台湾National Day 台湾国庆日 不见中华民国也引发在野党批评 我们的国家就叫中华民国 国庆日是一个全国普天同庆 大家临际相心意的时刻 民进党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 侯友宜痛批蔡政府不该带头一望 抢回中华民国牌 讲完也这样喊话 台北市政府办的国庆活动 一定会有中华民国 似乎就想跟蔡政府做对比 在台面上不敢讲的 北市府做得到 蓝云翔抢回中华民国牌 尤其回顾这八年 国庆日主事决logo 蔡英文上任后的历年设计 都没有中华民国的中英文 唯独不忘融入绿色元素 凡是最后一次112年不见绿 强调国旗配色 也让外界炮轰 是否为了总统大选 才用国旗色 侯友宜质疑国庆主事决 没有中华民国元素 请问国民党 是不是只要不诅咒中华民国 就不会选举呢 这个主事决台湾National Day 是对外 让人家知道台湾 看到台湾 又可以彰显台湾 我们自己国家 在国际上的一个地位 不要听到台湾 就在那气呼呼的 绿营回集 不要看到台湾 两个字就太敏感了 双十还没欢庆 朝野先护杠 从国庆日主事决 政府心中 有没有中华民国 民众自有评断 东西有黄浩泽 李如台北采访报道